先分享一下跟我們長輩平常相處的經驗好不好 其實我跟中華相處都還蠻自然的 中華啊 中華老嗎 中華 又很明顯嗎 啊不是啦 那個 其實跟長輩相處的話就是還蠻 呃 我會比較客氣一點 會以理相待 因為其實我家裡和親戚算蠻多的 我爸爸那邊 有六個兄弟姊妹 然後所以只有很多姑姑叔叔阿姨伯伯輩 然後其實平常去的時候 然後就是會對他們 呃我覺得尊重他們很重要 有尊重 對 然後因為他們有像我大婆的身體比較不好一點 然後所以其實我就會盡量幫他處理一些就是雜食 譬如說他身體不好他要去哪裡有時候去服他啊 幫他做一些吃的 因為我我奶他們都住台東 哦 然後我也都回部落的時候就會就是跟他們幫他們一樣 就是幫他們做點家事啊 對啊 所以從日常生活都照顧起對不對 對 所以他們身為同輩一定要這樣互相 像馬路 像那個斑馬線 就是比較身體 就是走路比較慢啊 就這個時候就可以幫他們一起走 哦 稍微摻扶他們一下 對 平常就是吃生活裡面很容易遇到的事情 其實對長輩有時候是需要 把他當做小孩來看待 然後來照顧他們 嗯 對 因為他們畢竟有時候會活動比較緩慢 那我覺得適當的做一些東西給他們吃啊 或是艾莎講的 扶他們過馬路也好 我覺得都是一些需要做的事情 哦 然後就是多多 因為 如果你 但是如果你覺得他們是什麼都不懂的話 但是你們也是錯了 其實他們一定是活到一定的年紀 是有一定的經驗 哦 對 加油力道如有力道 這一個活動對大嘴巴來說非常的有意義啊 因為我們經常看到會有很多人會 比方說發飄會不小心丟垃圾盆啊 或是沒有在注意這件事情的 那我覺得不如少 就是 製造一些垃圾 然後把它捐這個箱子裡面 然後可以幫助到一些人 我覺得這個是意義非常深重 沒錯 其實做工藝一直都是大嘴巴想要做的事情 那我覺得尤其是發飄這一部分的話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會不小心把發飄當做垃圾來用 那我覺得如果就是 不要製造垃圾的話 然後把發表捐出來 然後這樣子的話 能夠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 我覺得還真的還蠻有意義的 對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 多多踴躍的來幫助我們 我其實跟爸媽感情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對我來說 我心目中的希望我願望 是都能夠一直照顧他們 對一起跟他們住 因為我覺得 回到家 當你很累的時候 回到家一整天 然後 看到爸媽臉上笑容關心你的時候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會打電話回家 然後問候他們 那 然後其實就是 除了平常的關心問候之外 我其實自己的藍圖是 希望現在可以多努力一點 對啊 然後之後讓他們可以 安詳 晚年 就是 我不希望我爸爸媽媽就是擔心 然後 呃 我想讓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像我爸爸 年輕的時候他很喜歡攝影 然後可是因為後來工作太忙 然後他就放棄了這項嗜好 然後我覺得很可惜 所以 我覺得 像這種事情我希望可以再幫他 有機會 我有能力的話 希望可以幫 然後再讓他就是去做他喜歡做的事情 因為我媽他真的就是 他到現在他還在工作 可是我不希望他在工作 所以可能希望買一棟別墅豪宅 讓他在那邊享受就好 哎呦 孝順欸 是不是 幫他蓋一些夜店這樣子 讓他去跳舞 那像我的話 就是我爸媽現在還是很年輕 所以呢 就是我想要帶爸媽去就是好多地方旅遊 那在年紀再長一點的時候 我想要 就希望他們可以比較大自然的地方休息之類 嗯 我們 呃 之前有入圍過兩次 然後有 第一次是有得獎過 那就是有比較經驗之後 因為之前比較容易緊張 現在的話要好好享受 緊急於獎這個Party的感覺 嗯 那最近好像傳出小甜甜有對侍女深愛的消息 那兩個人有機會嗎 哎呦 麻雞 麻雞 你們都 你們都看過那個報導嗎 不只有機會好不好 我們知道你給他軟釘子 對軟釘子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要給他硬釘子 不要 不要 那個 跟甜甜只是很好的朋友 其實因為我們私底下就是有 有共同認識的朋友 然後也是圈內人 然後因為其實之前主持的關係 然後他常來上我們節目 然後他就是真的 私底下也是一個非常好笑的人 然後就是我覺得因為主持的關係 可以認識更多不一樣的人 不一樣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機會很難得 然後其實跟甜甜就是還蠻好的朋友 然後我們私底下也會傳點訊 什麼什麼 你生日的時候他送你什麼禮物 對 你看這是重點 我跟你講甜甜就是每一個 演藝圈男士他都喜歡啊 我生日的時候 他根本就沒有作用的表示 我昨天生日欸 我跟你講你上到人家心了好不好 所以他想說算了就在做 對啊 有可能欸 你昨天後來生日是不是管 我昨天其實我們昨天都是在工作 然後昨天最後 從雲林校園回來的時候 已經十一二點了 然後 因為我朋友他們有就是約吃飯 那些大學同學 然後還有高中同學 然後又朋友朋友這樣 所以就只是在英天海產店 然後吃甜東西 然後就這樣子 夠了 因為我 對啊我很低調 但是就是一整天 有很多很多的簡訊 然後很多很多的朋友 然後唱片公司啊 然後還有電視台的人 都有都有 然後就很開心 有沒有收到什麼特別的禮物 特別的禮物 我說到一個還蠻可愛 我昨天有朋友送我一個 因為他知道我很喜歡那種 呃 有點像小時候打電動那種 像素的東西 那 他送我一台樂高的那個 玩具 對那個還蠻特別的 然後 他是真的是數位相機 可以用 然後就還蠻好玩的 那最近陽景王好像有新對象的消息 呃 其實我對這方面的報導 老實說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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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的了解 但是 呃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大家都是交朋友 我覺得倒是還蠻正常的事情 那 祝福他嗎 是不是有新對象的消息 哦 有如果是有新對象的話 當然是祝福 對 OK 好 謝謝